到底怎么辨认你们双方适不适合结婚 你们两个人接下来的关系 能不能够在结婚之后发展的更好 取决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透明度 健康的爱情必须要建立在 两个人都有健康的内在 哈喽 你好 欢迎来到最实际的幸福教学 我是欣红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好几年了 现在的你们正在讨论 到底你们两个人要不要继续的结婚 那结婚是一个人生大事 相信大家都不会仓促的做决定 在结婚以前 你就会不断的想 到底它适合我吗 我们两个人结婚了之后 这个关系会走得长久吗 你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顾虑 这些都是正常的 那我结婚已经两年的时间了 在我们的指导学员当中 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学员 透过我这个BTA脱单结婚 所以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我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了 到底怎么辨认你们双方是不是结婚 透过以下的这五点 来去辨别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双方的对的人 OK 好 那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了 那第一点呢 在你们结婚以前 你们必须要先沟通好的就是 你们结婚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有些人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孩子 有些人结婚的目的是因为年龄到了 有些人结婚的目的是因为父母或者是聘礼或者其他的原因 那这个结婚的目的其实就决定了你们接下来的感情能不能够顺利 如果说你们结婚是完全为了父母 因为父母的逼迫 因为父母觉得你们必须要结婚 所以你们就仓促的随便结了婚 那到后来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们也就会把这个罪怪在了父母的身上 因为当时候是父母要你们结婚 所以你们就结婚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们是因为孩子而结婚 在后来孩子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们也会怪罪于因为当时候有孩子我们才结婚的 就变成了你们结婚的目的 不是为了爱对方 那结婚真的有必要吗? 很多人都会想说 在一起两个人不就可以了吗? 那为什么要结婚呢? 那结婚呢其实是一个感情在发展 它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一个仪式啦 那为什么需要结婚呢? 这道理就好像你工作了很多年的时间 在同一个岗位上一直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工作 工作那么久了 难道你不会想要生殖吗? 难道你不会想要去做一个新的挑战 去到下一个阶段来去成长自己吗? 你会想要啊 而结婚就是在感情里面的下一个阶段 那情侣之间的责任感呢 其实是有限的 毕竟我们两个人没有法律上的任何约定 那我们什么时候想要离开对方 其实都是没有错的 但是结婚了之后就不一样 在结婚的当下呢 你是为另外一半呢 做下一个承诺的 你是从那一刻开始呢 你的人生当中就不再是一个人了 而是一个新的合体了 所以结婚其实就是一个仪式 来去肯定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合法的了 在之后 从今以后 你的就是他的 他的就是你的 你们两个人再也分不清了 你们两个人就是一体的 所以先确定好你们两个人结婚的目的 不会 不会 接下来我就问他们另外一个问题 我就说 那你们在座 谁想要清楚完全的知道 你的伴侣有多少的钱 这时候大家都说 会 会 会 而当他们在回答会的时候 他们也是一个非常自责的在笑 而当他们在回答会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意识到了 嗯 对啊 我不会想要分享我的给他知道 但是我会想要知道他的一切 这不是非常非常不公平吗 那我们来到这个时代呢 我们都一直不断的提倡说男女平等嘛 如果我们真的要达到男女平等的话呢 作为女人的我们 也要平等的去对待我们的伴侣 那一个男人 不要口口声声的说 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但是你却不愿意的 坦白的对你的伴侣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接下来的关系 能不能够在结婚之后发展的更好 取决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透明度 结婚了之后 他会成为你的合法伴侣 你的人生伴侣 不管什么大事小事 你都必须要和他一起来去做决定 绝对没有单方面的了 比如说你想要买房 你们需要一起讨论 我们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我们要在哪里买房 我们要买的房子是多少钱的 然后我们要的房子是什么样的类型的 每一个决定都需要经过讨论 双方一起来做下决定的 那接下来他成为了你的合法伴侣之后 当你出了什么事情 这个人需要为你做决定 如果他说有一天你必须要去开刀 你昏迷不醒 那谁会为你做决定呢 那一个人就是你的合法伴侣啦 你的合法伴侣必须要为你做下最好的决定 站在你的立场去想 到底活下来好 还是让你离开好 所以第二点你必须要问自己啊 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是否可以100%的对他透明 我是否100%的可以信任他 不管接下来怎么样 他都会为我做下最好的决定 如果你答案不是的话 那你需要重新的考虑对方是不是对的人 或者你也需要重新的考虑 到底是什么阻止你去打开你的心房 完全100%的信任他 第三点你们双方适不适合结婚 你要问自己 我爱他还是爱他所拥有的 你现在很爱很爱他 是因为现阶段的他 但是接下来的人生是不确定的 接下来的人生是有非常多的高高低低的 你不知道在什么阶段 可能你们两个人会一无所有 如果当有一天他一无所有 或者你一无所有了 你们是否还会像这样子来爱对方 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话 那你是真的爱这一个人 不是爱他所拥有的 如果你的答案是不 那现在你就要停止你自己了 因为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一个人 不是你想要的对的人 你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 你可以全心全意为他付出 毫无条件的爱的那一个人 第四点你们适不适合结婚 你必须要衡量你们双方的内在稳定度 什么叫做内在的稳定度呢 你们两个人要结婚 是因为你害怕失去这个人吗 你们两个人想要结婚 是因为你内心的某些不安全感吗 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有一些女孩子是想要结婚 是因为我害怕如果我不再结婚 我会失去这个人 那你害怕失去这个人就代表 这个人的存在其实是来满足你的某些 内在不安全感的 你不是在给予他爱 而是在索取着他的爱 你想要跟他在一起继续的走下去 因为他给你情绪上的稳定 因为他给你价值感 因为他给你自信心等等 那这一些都是不健康的 在我之前去到XRO访谈的时候呢 主持人也有问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一个健康的爱情 那我的回答是 健康的爱情必须要建立在两个人都有健康的内在 那我们的爱情或者接下来我们的婚姻 他就像一个baby这样子 他是一个婴儿 健康的爸爸健康的妈妈 两个人合在一起生出来的baby才是健康的 不健康的爸爸不健康的妈妈 两个人在一起生出来的baby也是不健康的 所以如果你们的爱情要走得长久 这个婚姻要幸福一辈子 你们两个人的内心必须要是健康的状态 现在的你内在是否是强大的 内在是否是有自我的安全感的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生活 但是同时间你也可以拥有一段爱情 你必须要先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才是真正的内在富足的一个人 双方的内在都富足 那接下来这个婚姻才会是富足的 双方的内在都健康 那接下来这个婚姻才会是健康的 还有最重要的第五点 你们适不适合结婚 取决于你们的未来的方向是一致的吗 我们两个人接下来结婚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 如果结婚了之后必须要走到离婚的那一个步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 因为如果我嫁错了一个人 然后我必须要离婚 他对我不只是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 情绪上的创伤 金钱上的创伤 还有我的名誉上的创伤 其实是很不值得的 所以在还没有进入这段婚姻以前 衡量清楚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在往同一个方向去前进 你们是否已经把所有所有该讨论东西都讨论完毕 像是说以后你们两个人结婚之后要在那里落脚 你们两个人结婚 你向往的婚姻生活是怎样 他向往的婚姻生活是怎么样的 你们两个人的父母要怎么样继续的维持 结婚不单单只是两个人还是两家人的事情 你们接下来如果其中一方先走了 另外一方会怎么样呢 这些问题都是你必须要先讨论的 因为结婚之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这些东西在还没有进入下一步以前 先沟通清楚 如果双方有很多的分歧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是好的 你们两个人就要不断的去沟通 一直到你们是一致的 才步入接下来的婚姻啊 婚姻会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如果你们是建立在健康的感情之上 所以我希望有情人都可以忠诚眷属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你的对的人 幸幸福福的过下去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给我点赞分享出去 也要记得订阅我们 打开小铃铛 但如果现在的你是处于单身 你想要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也可以点击以下的网址 来去了解更多 因为以下的网址可以直接去报名 我们的免费培训班 在免费的培训班上 我会给你分享更多的秘诀 让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 获得属于你的幸福 我们培训班上再见吧 拜拜